王满宇头像风波后续,刘国梁一句话一针见血,孙颖沙一波三折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九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留给所有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们都是绷紧了神经 而根据国际拼连最新的世界排名来看 中国队的优势依然是统治级别 而国平队伍也是最让大家放心的了 这2023年的赛事非常多,运动员们也是连轴转 蓝队实力现在也是仍然参差不齐 你对竞争激烈,各个实力高强 但也只是,但在伤病和 但也是同样的伤病和意外频发,让球迷非常担忧 特别是近日刚刚在成都站比赛重新恢复状态 回到国内联赛迎来实力爆发,重回巅峰的王满宇 在和肖战主教练分手风波之后呢,是一度跌落神坛 我不终于在现在呢,终于等到了王者回归 却因为自己换了美国队长的头像而再次陷入了风 舆论风暴中心 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 严重的话呢,可以参考蓝队的赵锐 而如果不严重,那么只能说是他的个人自由 但毕竟是国家队的代表,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妥 不过近日对于王满宇来说呢,后续也是来了 确实如刘国梁所说 在信化难队的时候,刘国梁就曾一句话一针奸血 他说过中国队最不缺的就是冠军 所以王满宇如果这次不能做出表态 那么很难说呢,不会被国家队处罚 只是可惜了自己不够严谨,惹出了这么多的麻烦 而孙颜莎也是因此而一波三折 孙颜莎在女单混双方面,是坐稳宝座 而女双和王满宇搭档也终于等到她的恢复如初 甚至之前的比赛还拉了王满宇一把 只是搭档自己问题频出 也导致孙颜莎女双荣誉,战绩受到影响 大家怎么看,欢迎评论去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